而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来关注今天的最新消息 中国对于台湾贸易壁垒的调查结果出炉之后 中国国务院就在今天宣布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有12项台湾的化工产业 将终止是用ECFA的协定税率 要取消关税的减让 而对此外交部就痛批 这是用经济来胁迫选举 那针对于这个部分 倒是财经专家谢金河认为影响并不大 他说这些跟ECFA有关的产业 这几年来一直是衰退 那现在有没有ECFA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那基本上他看下来 这12项产品当中 台塑首当其冲 中国对台贸易壁垒调查结果出炉后 21号再度出招 预计中指部分ECFA产品关税减让 观望声明中写到 基于台湾违反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规定 终止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2024元旦就会按照规定执行 清单内的12项产品则全数归类在石化工业 你台湾的是靠外销为生的 你的石化瓶是至少40%是销大陆 所有的基本原料都在里面 对台湾出口的到大陆的影响是很大 这就看政府愿不愿意去跟大陆协商 中国公然的以经济胁迫方式介入台湾的民主选举 对于中国各式介入选举的行为 政府各部会都会欲为准备也会妥为因应 石油化学工业相关产业范围极广 包含上游中游的原料化肥塑胶 或是下游的油漆清洁用品 蒸汁液等涉及到的产品 或者日常食衣住行 这一次中国这样就突然的发布 那这个非常明显就是一个经济的胁迫 分析之后呢 我们认为目前的影响是有限的 台湾跟Ecova有关的产业 其实大家都非常辛苦 这些年当中 大家其实一直都在衰退 现在Ecova有跟没有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Ecova存在的价值 就等于是两岸的一个期待关系 对此台所也发布声明 表示早有料到关税减让可能有变 以及有对策也在思考如何减轻影响 企业端早有对应 但专家也认为石化工业也该思考 如何转型增加国际竞争力 华视新闻成家旅转特别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